新冠正在慢慢离开人们的生活 但他给医学界留下的意外 正在被越来越多发现 有些患者感染后 肿瘤会自行消失 这让医生感到非常惊讶 这些病例极为罕见 但却很有研究价值 2020年8月 刚刚从心脏病发作中 幸存下来的Korel Prus 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 更糟的是 2020年秋天 他在医院感染了冠状病毒 他本以为这会要了他的命 索性是轻症 而且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 2021年1月 他的右肾接受了癌症手术 之后 这位71岁的老人 本要继续接受医生建议的化疗 可是 在治疗开始前不久 进行的计算基段层扫描CT 显示 他肺部的癌细胞已经大大缩小 术后不需要任何化疗 这太罕见了 医生百思不得其解 肾癌患者中最多有1%的人 在肾肿瘤手术后 转移造会自然消退 这是极其少有的 布拉格大学医院肿瘤学教授 Thomas Buckler报告说 他在科学杂志 Current Oncology上兴奋地描述了 Corel Prus和另一名患者的病史 这两个病人 肿瘤自发消退之前 都曾感染过新冠 目前两名患者的情况都很好 不需要任何治疗 并定期接受全面检查 一个意大利医生小组 在全球范围内 发现了14例感染新冠后 病情异常好转的病例报告 其中包括几名淋巴结癌 白血病 肾癌 或结肠癌患者 除此之外 接种mRNA疫苗后 也报告了两次癌症自然消退 虽然罕见 但一些无法治愈的癌症病例 在病毒性疾病后 似乎消失了 比如 最近发表在英国血液学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Hematology上的一篇病例研究报告称 一名罹患淋巴瘤 三七晚七的61岁男子在感染 COVID-19病毒前不久 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瘤 并伴有全身肿瘤 因此在医院住了11天 呼吸道疾病痊愈后 他就回家了 大约四个月后 他的肿瘤也消失了 这篇报告认为 人体自身对COVID-19的独特免疫反应 可能会对全身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 负责指挥T细胞和抗体大菌的蛋白质 这也许正是人体对付癌症所需要的动力 罗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乔纳森 弗里德伯格博士指出 淋巴瘤是一种免疫系统癌症 通常采用免疫疗法进行治疗 对COVID-19的这种大量细胞因子反应 会激发其他非特异性免疫 导致发烧和许多与生病有关的 令人不快的症状 弗里德伯格说 这种压力会导致细胞因子水平非常高 可能会对癌症产生直接影响 肿瘤学家赫伯特 塔考夫 Herbert Koppoff也认为 每一位治疗癌症的医生 在其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一些病人 他和其他同事 对这些病人的愈后评估并不正确 35年来 塔考夫一直在收集有关 此类不寻常病程的报告 他本人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 在德语国家 可能没有其他癌症专家能像他这样深入研究癌症的自发治愈 塔考夫认为 即使是对被认为无法治愈的肿瘤进行姑息化疗 有时也会出现异常有力的病程 长期以来 这些转移是一个迷 多年前 加利福尼亚的一组研究人员采访了数十名患者 希望找到自发痊愈的秘诀 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以肺癌为例 迄今为止 全世界有可靠记录的自发消退病例不到50例 导致癌细胞消失的生物学过程 早在19世纪 就被医生们就已经注意到了 他们故意让身患绝症的病人 感染化农性病原体或细菌毒素 希望借此治愈疾病 然而 这些实验往往以致命的死亡告终 19世纪末 美国外科医生威廉 科利 William Colley 开始为癌症晚期患者 注射红斑狼窗病原体 根据卡考夫报告的报告可以看到 即使是第一位病人 治疗效果也非常显著 如今 科利被誉为癌症免疫疗法之父 卡考夫认为 这些病例都说明 自发治愈 值得被投入更多的研究 但长期以来 医学界对此反应谨慎 早在1947年 德国最重要的肿瘤学家之一 就发表了癌症没有自然疗法的论断 他的这一论断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 当卡考夫试图反驳他 在一次医学大会上 描述一个肿瘤自发消退的病例时 主席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科学 别说蠢话 十年后 卡考夫再次提议 对自发缓解 进行科学研究 但一家医学院的院长 将他的文章推到一边 善意地说道 再来点聪明的东西吧 现在 赫伯特 卡考夫认为 最近发现了新冠 导致癌症自愈 让自己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这不是神秘主义 后新冠时代的发现 真的有可能 为癌症治疗研究 打开大门 请不吝点赞订阅